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是中级班的活动 而高级班的结业室也在同一天举行 指导老师对于孩子们的表现是相当的满意 而校方也感谢天外天教育基金会提供相关的资源 期盼未来有再次合作的机会 经过一个月的课程安排 无论是参与的学生还是指导老师 都感受到大家的进步 而校方也期盼未来有再次合作的机会 让更多的学生受惠 这一次八次的一个活动当中 我听到小朋友的回馈是 他们在之前不太会把一些作文的东西 化作生活化的经验 所以这一次我们怡君老师利用很多 各式不同的一些技巧 作文的一些概念 让小朋友可以从中去获得 那也可以直接在我们未来的往后的一个作文 可以去有更加的更多的一个技巧也能力 过去学生除了在使用词汇上比较贫乏 甚至连标点符号也常出现错误 还好经过老师一个月的修正 大家都更熟练 对写作也更有自信 之前在作文的部分觉得自己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就是有些词都是不好的 就是比较没有很优雅的那些词 被老师圈起来 然后标点符号错很多 所以在这个月的课程之后进步很多 对 以前就是不会写作文 然后有时候就想很久才想出来 然后现在就是上桌文班就是比较会了 然后标点符号不会用错 即使课程来到最后一堂 指导老师依旧把握时间 让学生盯正自己的错误 也期盼他们能够把这个暑假所学到的技巧 在未来写作时好好运用 记者沈正林瑾瑜 卢州采访报导